有一個桃花配色 但它是裡頭唯二菊花打叉的 這中間有什麼隱藏要素 大家好我是胡福奇社 歡迎你收看我的玩具開箱時間 花一點時間來給大家介紹 這一款黃油貓推出的自軸小羊系列 而實際上我在做這一套產品之前 我已經在B站上面看過其他UP主的開箱 它的配色遠遠不止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九款 它還有其他的配色 各位有興趣的話 在B站上面去搜尋自軸小羊 都可以找到其他UP主 非常精彩的開箱 我們今天給大家做的是一共有九個玩具 它的話是一套 一盒的話 裡頭是附帶了八個套組 裡頭的每個包裝盒 在外包看起來都是一樣的 也就是說 你不會知道裡面是附帶哪一款的小羊 實際上如果你一次就購買一整盒 八個小羊一塊入手的話 裡頭的小羊是必定不會重複的 而且你會有其中 會有一個機會 會得到一款隱藏的一個版本 這個隱藏版本得到的一個機率是九十六分之一 也差不多是百分之一的機率 我們就很快速的帶大家瀏覽 今天要給大家做的九款的玩具 它們的每一個配色都有它專屬的名字 桃花似錦 星羅雲布 牛雲亨通 旺勢如意 落陰繽紛 玉陽成群 白浪先天 雨霞成啟 還有最後一個是屬於一個秘密 一個隱藏顏色 那我們的話就從這一款開始 這個洛花 桃花繽紛 明明是叫做桃花 確實是粉紅色的一個桃花配色 但它是裡頭呢 唯二菊花打叉的 中間有什麼隱藏要素 我個人就不是非常清楚了 如果說這些小羊是有一個性別設定的話 這一款應該是個妹子吧 有個腮紅 然後烏溜溜的一個大眼睛 那它的話呢 開關在這個地方 按下去之後的話呢 它的一個四肢呢 跟頭部呢 就會往前來移動 尾巴的話呢 是沒有其他的裝置的 就不要去對尾巴下手 並沒有這個必要 那只需要放在桌上呢 它就會緩緩的向前移動 速度來講的話呢 並不會非常的快 那麼如果說呢 有時候你手上好幾頭小羊 一口氣呢 就把它全部都驅動的話呢 那萬一來不及 阻止它們掉到桌下怎麼辦呢 沒有關係 你只要把它們翻倒啊 OK 它們就動彈不得了啊 所以呢 這個臨時呢 來不及關掉也沒有關係啊 就直接讓它們這個肚子朝向天 就沒有問題了 那我們來看到第二款 第二款這個是星羅雲布 這款的配色是我個人 以我個人來講的話 是比較喜歡的啊 你看它這個白色的底啊 這有點像是 有沒有清晨呢 我說東方的那種魚肚白的時候呢 然後那個正上方的天空 可能還有一些星塵 那還有雲朵過渡啊 那就有點像是那種凌晨啊 大清早的時候 應該說大清早 不是凌晨啊 那種感覺 那有一點讓人心情 會比較寧靜的那種 那種style 對不對 包括這個眼睛啊 也是屬於一個好像比較安詳的 閉著眼睛啊 但是它這個閉著眼睛呢 又不像是睡著 而是在沉思的一個感覺 會給人有一種 即將要迎來一個清晨的那種感覺 而且它這個嘴巴呢 是打擦啊 好像是故意保持沉默啊 這給我一種寧靜啊 智責的感覺啊 所以這個配色的話 是我個人是比較偏愛的 下一款的望式如意啊 這一款很明顯呢 它是做了一個狗臉的一個style 你看看 這明明是狗的鼻子 還有這個唇形來講的話 而且叫做望式如意啊 那後方也是 唯二菊花被打擦的傢伙 這一款的話呢 應該是模仿動啊 模仿狗的話呢 來做一個配色的 那身體的話呢 整個都是一個這個 這個這種特殊的一個黃色 鵝黃色吧 並沒有其他的一個一個分色 那麼下一款的話呢 這個 剛剛是一個模仿犬啊 魔方狗這一款就是牛韵空空 可以看到啊 這個鼻子這個地方 還畫了一個鼻環 這就是一個牛的一個形象啊 而且應該是個乳牛吧啊 應該是乳牛 這肚子的話你看啊 這也是乳牛的一個一個 肚皮的一個顏色 那這裡按下去的話呢 它一樣是可以正常做一個前進的啊 前進的時候呢 並不會發出毛的聲音啊 所以呢 設計來講呢 還是有種欠缺的啊 下一款的話呢 是這個櫻花配色 以吸引妹子的一個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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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性來講的話 這一款應該是比較高的啊 就粉紅色的一個身體 然後上面有幾個櫻花花瓣 然後它的一個嘴唇的話呢 也是一個愛心的一個形狀 那這個腳的這個部分呢 這個粉紅色會讓我聯想到 好像高跟鞋在地上前進的感覺啊 好吧 只有我對高跟鞋有興趣吧 你們都沒有 我知道 那麼這一款的話是這個玉洋成群 那這一款的話是所有表情裡頭呢 我個人覺得最有梗的吧 一副非常無奈的感覺啊 一副非常無奈的感覺 你看它這樣前進那樣的 好像一副那種非常非常不情願啊 我就不想走 你為什麼一定要帶著我走那種感覺啊 以表情的可愛程度來講的話呢 這一款我個人是比較喜歡 比較喜歡 再來的白浪 白浪先天 它的一個眼睛 我不知道這是潛水的一個感覺還是怎麼樣啊 就是一個就是波浪的一個感覺 那其他的話呢 倒是你說波浪的話 這個好吧 這個如果不是看到名字的話呢 可能我也不是那麼容易去做一個聯想 那這裡有一個畫一條線啊 不知道是不是這個水的一個水平線的一個感覺 不知道是否是這個概念啊 那麼最後一款的話呢 這個叫 魚霞乘起吧 這款是彩霞的配色還是怎麼樣 眼睛的話呢是裡頭唯一 是一個愛心形狀的 然後你可以看到這一袋有這個 像是臉紅的一個感覺啊 這究竟是戀愛中的 戀愛中的一個粉紅色的一個感覺吧 塗裝來講的話呢 就比較單調一點啊 這一款的話呢 我個人就屬於一個沒有那麼喜歡 我個人還是最喜歡這一款啊 個人強烈的喜歡 那最後它有一款隱藏的一個 這個 類似是獨角獸造型 也就是所謂的啊 幾乎只有1%的機率呢 才能夠拿到的 那麼它這一款最大的賣點 當然就是翅膀啊 你看它這個兩側 不知道 我還以為是彩虹小馬的一個感覺 而且它的翅膀的話呢 還是你看 它要做成了一層兩層 所以它至少是屬於 照它的一個形象 這樣子的一個設計來講的話 它應該想要表現說 它的一個翅膀的話呢 是不止一對哦 應該是兩雙的翅膀 那後方的尾巴也是非常有梗啊 塗裝的話 相較為其他的話 多了一些 魔法少女的一個色彩 那前方的話 就是這個獨角獸 這個尖刺 這尖刺還好 並不會特別的扎人 那眼珠子的話呢 你可以看到 我們以前啊 就畫一些少女漫畫的時候呢 會把這個眼珠子畫很大 然後裡頭做出很多的一個小分隔 這個感覺的話呢 就非常接近 然後它的一個這個地方 有個新型的拆機 還有一個眼睫毛的一個塗裝 這一款的話呢 特別特別的精緻 作為隱藏款的話呢 還是沒有辜負它一個隱藏版的一個美名啊 那麼今天呢 就跟各位分享這一套黃油貓 所推出的自走小羊系列 那它的一個購買連結的話呢 我已經放在節目的這個說明欄裡頭了 那台灣的觀眾朋友們 目前的話 好像我在台灣的網上 並沒有特別看到有人代理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聯絡我 或許我可以幫上各位一點忙啊 那今天的話呢 就跟各位寄進到這邊 非常謝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我們下集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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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es再見